你可能也收過網路上面 這個email的信箱裡面 有人寄來所謂的幸運信 你看完之後 你要在多久的時間 轉往多少個人 不然的話你就會倒大霉了 這樣的信 現在竟然 從手機上面也有人收到了 而且還要去遷滑到 觀世音菩薩 農曆6月19號 是觀世音菩薩出家日 許多民眾會在這個月 到廟裡上香祈福 但最近有一封怪怪簡訊流傳 讓民眾毛毛的 你沒看錯 簡訊內容寫著 這個月是觀世音菩薩出家日 福禄受洗五路財神 都來保佑你 要傳給六個朋友 不然未來一年 都不會孫喔 讓人看了好傻眼 怎麼網路流傳轉記惡運信 現在連手機簡訊也淪陷了 不會把他傳出去耶 為什麼 因為我會相信啊 可能心理作用吧 我都不會理會他 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惡作劇吧 民眾反應大不同 有人嗤之以鼻覺得是無機之談 有人卻乖乖聽話轉記 更有人覺得是電信業者的促銷手法 我覺得應該是電信業者一種賺錢的手法 我們館廳有兩百三十年的歷數 我們從來不發這樣的一個簡訊 那準說一般人會收到這簡訊 你如果不傳出去他會不會安裝 哪有可能安裝 那不可能吧 而廟方提醒民眾 不要相信這類簡訊 有敗有保備 簡訊厄運 都是假啦 中天新聞和孟謙王毅傑 新竹採訪報導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了 感谢观看